第一我想跟大家就是说一下 首先这个EB6 之前有一段时间炒得比较火的 这个创业类的这个Peroa 一直没有生效过 所以说大家不用考虑 就是生效了之后 而且就是这个操作的这个人数也非常的有限 所以说这个EB6大家其实也不用考虑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小伙伴说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我想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创新一个公司 然后呢这个公司我们会取下来应 然后呢有没有可能性之后给我申请一项币 就是或者是申请绿卡 那一般有这种想法的小伙伴 我们都会首先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他的这个比如说合伙人都会是谁 想做了一个什么类型的公司 他现在这个身份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如果说他是在OBT期间 这个OBT期间他本身是没有要求说 你必须要做一个一个多亿的行事来为谁工作 你是完全可以自主创业的 那这个OBT期间和OBT就会有一天的区别 那OBT期间呢 这个STEMOBT的话 这个Extension期间按照你是必须要为雇主工作的 你是不可以自雇的 那所以说如果说在OBT期间呢 想几个小伙伴一起创业的话呢 我觉得呢首先呢 你这个股权方面的问题就需要考虑 可能呢你作为这个公司版本之版的拥有者 或者是绝大分的股东的拥有者 肯定不是特别好 不过你之后要考虑申请H&B的男子 男子女侣旅卡的话 因为H&B它是有一个雇主和雇员关系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既是雇员又是雇主 那所以说呢这个收股权呢 就是让别的小伙伴拥有 或者你通过别的形式来创业 就是来去运营这个公司 用一个营博弈的形式来应用这个公司的话 对你这个H&B的申请是有帮助的 那创业的这个公司的类型和你同事的这个position 也是要有一定的要求 因为H&B大家很多人也知道 有一个这个岗位专业性 也就是这个specialty occupation的要求 也就是说呢你所学的专业 和你在公司做的这个position 是要有一定的关联的 而且这个做的这个position 也是需要是有一个这个岗位专业性的一些position 或者是比如说做一个waitress,waiter 这种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之后呢就是说绿卡的话 如果公司发展的还不错 发展的不错的话 也可以是以这个有足够的这个income 有足够的revenue 或者如果说你拿到很好的分领的话 我绝对是可以考虑 甚至没有拿到H&B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公司给你sponsor这个绿卡 比如说走EV2或者EV3的这种路 所以我想强调一下这个EV2或者EV3 并不是说拿到H&B之后才能申请 是可以随时申请的 这个和H&B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公司资质这个问题很多人来问我 不管是绿卡还有H&B都有人来问 其实没有硬性的这个H&B或者是绿卡申请 没有硬性的这个公司资质而言 也就是说没有说你公司必须要达到多少顾余 或者公司的revenue需要达到多少的账 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 我们也包括H&B包括这个绿卡 我们也有那种特别是H&B 我们也有那个零雇员拿到H&B的 那有绿卡的话有非常小的公司 比如说雇员就个位数拿到这个绿卡的 这些都是可以操作的 没有硬性的条件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就是可以呢 是就说你公司首先你在做什么样的业务 这个公司的line business对吧 那需要你做的这个position是什么 这个position呢和这个雇员它的这个背景是不是matched的 然后呢这个公司呢它的这个就是生意怎么样 对不对 比如说有没有足够的银行 有没有足够的revenue 如果现在没有revenue 是不是有一些大单 马上revenue会进来 那如果说公司没有足够的revenue 是不是fonding很好 那如果说有这个investor 他愿意只给这个startup投钱 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那我先startup它的startup的这个funding很好 比如说有几百万几千万 那这个一下子招很多人给这些人办绿卡 或者是办H&B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归结到一点 就是首先归结到两点吧 这个雇员的background和公司的这个position 是不是match 和公司line business是不是match 第二公司是不是有足够的financial能力 支付这个雇员的薪水 和保持这个 给这个雇员出够多的这个 比如说搞美业专业性的活 我觉得这是关键点 而不是一味的是公司的这个size 或者是雇员的这个多少 我是雷格 大家可以叫Linda 我是2013年法学毕业的 所以到现在从事做职业的话 基本上有六年多了 我们这个格尊历事务所呢 主要有三大职业领域 移民签证 然后持职产权公司商业